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战争片 它以战地记者的视频 展现了一场真实的战役 也让我们看到了阿富汗战争的作用 影片中没有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 也没有酷炫的战斗场子 只有无处不在的极端分子 和一群躲在墙后反击的美国大兵 面对塔利班武装的游击战 就算是武装到牙齿的海军陆战队 也只能憋屈地躲在据点里寸步难行 正如这名士兵所说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应对方法 他们迟早会葬身于塔利班的炮火中 这是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 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2010年2月13日 美军派出272名海军陆战队员 连夜搭乘C130军用运输机 轰降至阿富汗西部重镇马尔亚附近 碧莲作为先头部队深入敌后 负责肃清呆地区的塔利班武装 协助阿富汗安全部队安抚民众 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总统奥巴马对这次行动寄予厚望 希望将碧莲的行动作为范例 在阿富汗全境推广 然而事实证明 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 碧莲刚行至小镇外围 就发现远处有人在对他们指指点点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要知道 马尔亚镇虽然只有8万居民 但却隐藏着数以千计的塔利班成员 而且都是最死中的极端分子 更要命的是 美军没有情报支持 无法准确识别敌武 除非对方主动开枪爆 这让碧莲的官兵们十分被动 不得不打起12分精神小心应对 仗打不打的迎先不说 能保住小命就已经不错了 一番侦查后 尚未决定先拿下小镇边缘的一栋建筑 建立临时观察点 然后再逐步向小镇里面推进 不料他们刚刚展开行动 就遭到了塔利班武装的偷袭 可除了耳边噼里啪啦的枪声 根本就看不到敌人的影响 他们只能就地寻找远体 不断朝枪声传来的方向还击 谁知这火敌人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一枚火箭弹招呼管 当场炸伤了一名士兵的诱途 横的小伙那是只蛙乱脚 尚未见状连忙叫来医疗直升机 将伤兵送回基地接受治疗 与此同时 美军也基本摸清了塔利班的战术 对方是提前将武器藏在各个伏击点 当一个地方的子弹打完后 就骑上摩托跑到下一个地方继续打 往复循环无计可循 简直就是我军游击战的翻版 就连作为对手的美军也是赞不绝口 不过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 清空弹药的塔利班就撤走了 碧莲则趁机占领了附近的一处民房 被赶出家门的男主人 只能带着妻儿前往亲戚家中避难 纠战雀巢的美军虽然安全了不少 但此刻身处敌后 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 当即开始在院中修建简易攻势 然而还没消停多久 补充完弹药的塔利班就去而复复 躲在周边的建筑内不断朝他们射击 美军只能躲在墙后于隐环机 可由于墙洞太小事也受险 也不禁感到焦虑不安 谁让这些塔利班武装 就像是一条条隐藏在暗处的毒蛇 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致命一击 不过美军还是依靠专业的军事素养 很快锁定了敌人的藏身之处 当即发射了一枚枪榴弹 再次击退了这伙塔利班分子 一番简单的部署过后 碧莲决定继续向阵中心进发 然而就在队员们交替掩护向前推进时 身后却又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 塔利班神出鬼没的打 整的美军那是焦头烂的 而此刻身处开阔地的碧莲士兵 也只能硬着头皮奔向前方的眼底 有惊无险的躲进建筑后 一名士兵目光呆滞地坐在原地 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无助 因为在之前的交战中 塔利班武装基本都是一触即溃 而这次遇到的敌人却完全不同 他们不但火力充沛 而且游击战还玩的贼6 这也使得美军这边不断出现伤亡 就连前来运送伤员的医疗直升机 也被火箭弹当场击落一架 气得一众士兵破口大骂 碰上这伙棘手的塔利班武装 避连行进的速度远远达不到预期 用了整整6个小时 不仅没能踏入马尔亚镇半步 还一直处在塔利班的包围中 为了尽快扭转眼前的局面 尚未当即命员调来破胀弹 准备塑清前方的通道 希望借此来加快行动进程 2010年阿富汗战争中期 身心俱疲的美军为了尽快脱身 联合阿富汗安全部队 发起代号为摩斯塔克的军事行动 清剿马尔亚周边地区的塔利班成员 然而面对塔利班武装的袭扰 以及无处不在的爆炸装置 即便是酒精沙场的海军陆战队 也不得不如与薄冰小心应对 美军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伤亡 不断催促阿富汗士兵冲锋在前 其料对方刚踹开院门 却又闪电般地退了回来 见此情形 美军也只能一边大声呵斥 一边推散着阿富汗士兵进入院内 逐一排查各个房间清除危险 期间从阿富汗士兵口中得知 这里原本是马尔亚镇的警局 自从塔利班武装占领该地区后 这个警局也就成了摆设 仔细确认过周边的安全后 碧莲当即决定将这里作为前进基地 继而逐步向马尔亚内部推进 但考虑到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跟进 他们便准备原地休整明日再战 但深谙游击战法的塔利班武装 又怎么可能任由他们养精蓄锐 惯性的是 塔利班的军事素质确实不咋地 炮弹只是击中了一旁的加油站 次日一早 为了后续行动的顺利进行 避连官兵当即一分为二 一队士兵留守原地建立防线 其余队员则继续向前推进 试图拿下警局北部的五座建筑 队员们穿梭在空无一人的民宅中 每个人都显得十分谨慎 生怕那些不讲武德的塔利班 会突然冒出来打黑枪 就在此时 担任兼兵的阿富汗士兵突然发现 确认周围安全后 负责排报的士兵在战友的掩护下 顺利引爆了拦路的自制炸弹 爆炸声瞬间惊动了敌人 密集的枪声顿时打乱了美军的技巧 但由于身处建筑内视线受阻 他们仔细地找了老半天 才发现了远处房顶的塔利班成员 老火的中尉当机立断 命令惊计射手队弃尸时 可双方的距离实在太远 射手连开竖枪依然是寸功未减 地旁的战友变此行形 立马扛起火箭筒 光机就是一发 顺利解决了偷袭他们的敌人 而目睹了这一切的邻家大爷 却告诉美军塔利班早就跑了 并热情地邀请他们去家里详谈 可当美军询问老人家 塔利班以前是否强行闯入他家时 老人的儿子却愤怒地接过话茬 一句话怼得众人哑口无言 随后美军从老人家口中得知 之前袭击他们的塔利班早跑了 刚才遇到的只不过是几个伤兵而已 而周边陆续出现的村民 也印证了老人的说法 尽管美军已经赶走了塔利班 但村民们却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 他们告诉美军 塔利班武装虽然可恨 但村民只要乖乖听话 便无性命之忧 可现如今美军来了 他们反而有些担忧 他们不仅害怕无人机会误伤自己 还担心将来美军撤离后 卷土重来的塔利班会找他们的麻烦 就在双方将来起见 院外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 显然 这又是塔利班武装的箭策 为了确保这些村民的安全 美军留下一队士兵保护村民 其余人则返回废弃警局求援 尽管他们已经控制了六栋建筑 但却仍处在塔利班的包围之下 队员们只要离开院子 就会暴露在敌人的火力范围内 他们只好趁着停火间隙冲出院子 借助复杂的地形快速离去 留守队员则躲在院内不断反击 牵制敌方的武力 然而对于装备精良的美军而言 这样的防御战毫无压力 很快便打退了院外的塔利班 与此同时 返回警局的另一队士兵惊讶地发现 留守据点的美军也遭到了攻击 就在昨天他们离开后 据点周围突然冒出了一名 非常棘手的塔利班狙击手 时不时地就会打美军的黑枪 虽然没能击毙任何一名美军士兵 但却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威慑 不仅搞得一众士兵人心惶惶 还彻底扰乱了碧莲的行动部署 这是一部颠覆传统反恐电影的神经 他没有以往影片中血肉红飞的大场面 甚至连敌人的影子都看不到 却将战争的恐慌与无趣 以及战去人民的万般无奈 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如村民告诉美军的一样 或许这就是美军行动受挫的根本原因 眼前正在执行轻角任务的美军 被一名棘手的塔利班狙击手 牵制在马尔亚的废弃警局内寸步难行 对方两天内紧开了四枪 就击中了三名海军陆战队员 搞得一众美军人心惶惶 而远处错综复杂的地形和民房 则成了狙击手天然的庇护所 眼下的情况令美军感到十分头痛 他们好不容易确定了狙击手的位置 却在申请禁具火力支援时 被上级以附带伤害太大为由断燃驳回 无奈之下 美军只能重新部署作战计划 尚未命令一部分队员快速穿过空地 推进到离敌员较近的一处箭竹 然后潜伏在房顶刺激发起攻击 而对此毫不知情的塔利班成员 不仅没有意识到位置已然曝光 却还在不断攻击警局内的美军 屋顶的队员见状果断发起了攻击 双方就这样互射了好几十分钟 塔利班成员才胁迫平民慌忙逃离 美军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朝着塔利班之前藏身的箭竹 接连发射了数枚枪榴弹 彻底清除了眼前的威胁 在之后几天的行动中 美军顺利肃清了马尔亚附近的残敌 成功拿下了该地区的控制权 可眼前空无一人的街道 以及一片死寂的菜市场 无不是在告诉这些美国大兵 他们压根就不该出现在这 正如眼前的老者所说 这里哪里有什么塔利班 他们原本就是这片土地的儿女 正是因为美军的到来 一些人才在塔利班的胁迫下 打起了武器和美军对抗 而作为平民他们也只能随波逐领 可对于听命行事的大头兵而言 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接下来的行动中 碧莲将联合后续部队继续倾脚残敌 彻底清除控制区内的爆炸装置 美军才发现这些当地人并不待见他们 因为当地居民认为正是美军的到来 才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还将不少亲朋好友卷入了战争 他们没有打美军的黑枪就已经不错了 美军虽然理解当地人的态度 但身为军人也别无选择 他们只好召集有些名望的居民 当众承诺会修好被捕的伤口 重开集市和学校 帮助当地居民恢复生活秩序 想借此来获取民众的支持 可谁曾想打脸进来的如此之快 隔天在与塔利班残敌交火中 美军发射的一枚火箭弹 就击中了一阵具有三户人家的民房 造成了四死十一伤的惨剧 而这些遇难者的家属 却只得到了一万美金的补偿 虽然这些当地人敢怒不敢言 但美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望 却在一瞬间消失待见 好在行动也进入了最后阶段 美军会逐步将马尔亚的控制权 移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负责 美军还会投入60万美元 用来振兴马尔亚地区的经济 解决数千名当地人的就业问题 从而使其远离塔利班以及非法交易 然而美军还是高估了安全部队的能力 他们接手之后 毕之无法建立新的安保体系 或使美军不得不留下来稳定局面 但这也并非长久之际 很快居民中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为了消除民众的担忧 美军决定招募当地人组建民兵队伍 将他们培养成警察实现自治 试图通过一致以来安定民心 然而在这些应征者的队伍中 曾为塔利班战斗过的人比比皆是 这也预示了美军这次行动的结局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陆战队毕连不断发现心埋的炸弹 时不时还会遭到塔利班的袭击 在短短数月的行动中 毕连就损失了接近20%的战斗人员 已然无法维持对控制区域的防守 陆续失去了对马尔亚周边的控制权 美军高层见此情形 只好命令毕连撤出了马尔亚地区 这场极具战略意义的试点行动 也就此宣道失败 这也更加坚定了美军撤离阿富汗的决心